其实是更像一个讲座 然后呢我们主要的 讲的这个标题是 云移动和大数据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云移动大数据 现在IT的三个最核心的要素 将在在以后的岁月 伴随着我们这个斯坦和IT 所以说我们从它这儿来开始 那我先介绍一下 斯坦和IT的作品 首先斯坦和IT是一所学校 在这里面 我们培养的是IT的精英 就是说你是IT 在IT门之外的人 通过他的培训加入IT 加入到IT行业里面 你在IT里面是experience的人 在这里面得到成长 得到跳跃 这就是我们 首先它是一个学校 而且我们培训的技术 是IT行业 最时尚的技术 但是呢又是同时最切近于 job market的技术 这是我们的一个中指 那个第二个 它是一个我觉得 我们的斯坦和IT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IT的 高科技的一个社区 在这里面 我们鼓励的是innovation 创新 你掌握最扎实的基础真实 然后呢在这边都要提升 同时又对你的创新的意识 所以在后面会谈到 我们有很多创新的思想 和在即将开始的创新 开发的一些创新的平台 那么我们的学生 可以在上面进行实践 进行来提高他的这个 build他的experience 还有一个 这是一个俱乐部 加入斯坦和IT 就成为我们的一员 成为我们的朋友 我们帮拉带 这是一个中身制的俱乐部 我们整个斯坦和IT 将会成为 这个学员的一个中式的后盾 坚强的后盾 对他以后的职业发展 来打好扎实的基础 还有一个 我也希望我们的以后的 在这里面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 优秀的人才出来 然后也站在这个讲台上 让我们领略他的IT之美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那个杨斌 那个斌 那个一个IT老斌 20多年的这个IT经验了 那个在很多公司都工作过 最近在微软 在之前在联想 包括在SAM 上次 上Microsystem 那跟这个云 接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在WISE的时候 我就负责WISE平台的云的 这个研发工作 到了这个Microsoft 那我的团队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靠在这个Microsoft的云平台里面了 跟着Mapsoft的云 一块发展而发展 那我的团队在云 做过一些非常核心的云的一些功能模块 在Mapsoft 比如云上面的这种安全平台 还有一个这个 比如现在的 非常流行的APP model的开发模式 整个都是我的团队 在上面来实施和实现 为什么要从事IT培训这一行业呢 二十多年了 作为一个老兵 觉得也有很多积淀 这种方面 而且我也愿意跟大家来分享 是吧 那个 我在每天都在体验到这种IT 体验到里面的IT之美 我每天会花一些时间 去学习新的IT知识 越学越美 所以说我也想有这种机会 来给大家分享 我所领略的IT之美 也希望能从这听到大家的故事 让大家来跟我分享 你们所认识的IT 所以说 我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平台 是寄居了一群精英在这 所以说形成了我的一个理念 就是IT IT在多少年之前 是一种精英的一种技术 但是随着这个IT技术的这种 蓬勃的发展 越来越平民化了 越来越有专业了 所以说 我清楚地看到 99%的IT的知识 是可以被99%的人掌握的 就是说 99%的人是可以从事IT职业的 所以说 这是我了 那个 我是 98年 做加瓦的时候 真正开始就做加瓦 那时候开始了解 加瓦的这种 OO的设计思想 那个 大家知道 OO的设计思想 是现在 程序语言的基础和核心 也是现在 软件设计 还有应用设计的 基石 那么 我提到这儿是因为 我们这儿有位大师 他早我十年了 就在做OO的设计 他是这个 当时在OO才在全球 兴起的时候 他又是引领者 那就是 我想介绍 泽民 我们的这个 OO的绝对的权威和大师 泽民 好 好 来 来 谢谢大家